我很好奇,我們這兩年大概花了多少錢? 關資學費的話,花了68,020 奧比 哈囉,我們又回來了 那上個月因為Taylor剛剛從 Utah 畢業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聊一聊 就是關於來澳洲留學 然後澳洲這邊高等教育的概況 還有他的一些學校的評比啊 為什麼我們會挑選來澳洲留學 就是為這兩年做一個總結 對,我們首先想要聊一聊 就是澳洲的高等教育在世界 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然後他有什麼樣的特色 然後我們第一個要聊的就是澳洲最有名的八大啦 美國有長城騰聯盟嘛 那澳洲的八大就等於是澳洲的長城騰 那這八大我們來看一看他在全世界大學的排名 一般來說我們看全世界大學排名 最有指標性的就是QS嘛 有幾個評分的標準 包括他要看那個學校的聲譽 那就注意給一些學者發一聲問卷 發一聲問卷給雇主看那個學校的風評好不好 之類的 總之我們總結一下就是這個QS他主要評斷了 第一個像他的師生比就影響到他的資源分配嘛 那第二個就是他發表了學術論文在業界的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業界對他學校出來的評價 再來就是國際學生的比例 因為這關係到就是他夠不夠國際化 有沒有接受夠遠的文化 QS主要依照這一些來評斷一個學校的排名好壞 那我們來看一看八大在QS裡面的排名大概是多少 那歐洲國際大學在八大裡面是排第一 然後他在QS裡面是排29 然後第二個是Nelvin U他是排38 Sinney U是排42 然後New South Wales他是排43 然後還有一個Queensland是排47 然後Monash排58 所以Monash以後的都是50米以後了 所以八大裡面其中有1 2 3 4 5 6 7 有7間是排QS的前百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澳洲其實他的學術品質也算是中高的 我們看完了澳洲八大在這邊的排名 那我們對比一下我們的家鄉 最好的學校 台灣的QS排名第一名的是台大66 清大是168 陳大是234 然後焦大是240 那香港的部分第一名的就是港大啦 排22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 在八大裡面 這些排名到前50的學校都已經算是相對很不錯了 因為台灣的第一學服台大都還排66 還排不到前50 那香港的港大有22 那就很前面了 我的母校也有48 對 他的母校也有排48 然後我在台灣的母校他是完全沒有出現在QS榜上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是沒有參加這個評段呢 還是因為他根本名字太後面 就是一千米以後看不到 那英語系的留學國家 主要有四個比較多人選擇 那就是美國 然後英國 然後澳洲跟加拿大這四個 當然還有紐西蘭 我們這裡有整理一些數據 我們先來比較一下 不同的國家遊學 那他會帶給你什麼樣的花費 我們這邊有在網路上收集一些資料 有一些是仲介的 然後有一些是各個學校的一些學費的資料 我們做了一些整理 來比較一下 像如果你在美國的話 生活費的部分的話 一年大概介於一萬三到兩萬六之間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區間 因為如果你選的是不一樣的地區 譬如說你可能在LA 或者是你在中部的紐澳良 他們可能生活物價差很多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range 但我們就抓一個平均值 關於學費的部分也是一樣 如果你讀的是譬如說私立的名校 那他的學費可能很貴 那你讀的是公立的學校 那可能會有些政府補助啦 或者是他原本學費就比較便宜 在台灣一般最好的學校都是公立的 譬如說像台城清交 如果你成績夠的話 基本上你都是盡量幾公立 但在歐美的國家 他們一般來說 很多頂尖的學校反而是私立的 也不是說公立的不好 澳洲也有很多是不錯的公立學校 像我們剛剛說的澳洲國立大學 他們排名最好的就是公立的 我們現在來講各國的學雜費 然後他的生活物價 水平大概是多少 美國的部分的話 一年大概要花費在學費上 37000美金左右 也就是大概104萬台幣 生活費的部分的話 大概介於13000到26000 那我們取個中間值 大概是54萬台幣 學費加生活費加起來 一年你大概要花158萬台幣 那英國的部分的話 一年的學費大概介於16000到32000英鎊之間 然後換算起來是86萬台幣 那生活費的部分 大概介於7000到9000 所以換算成台幣是30萬 那一年你也要花費 將近116萬 那澳洲的部分的話 學費的部分大概介於2萬2到5萬澳幣之間 然後取個平均值就是大概換算起來是77萬台幣 一年學費 然後生活費的部分 澳洲的生活物價其實也蠻高的 所以他大概介於14000到21000一年 所以換算起來是大概37萬台幣 那學雜費跟生活費加起來也要花到114萬一年 那我們再來看最後的加拿大 加拿大的部分的話 一年的學費大概介於1萬到26000之間 換算起來大概是39萬台幣 然後生活費的部分大概是8000到12000 也就是大概21萬台幣左右 那他加起來只要60萬台幣 所以你去加拿大留學一年 大概成本只要60萬 比起美國、英國、澳洲 動輒百萬台幣起跳 那加拿大是個很經濟實惠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還要來講一下各國之間 他的優勢跟優點是什麼 美國的話主要就是他的 學術品質很高嘛 我們看KS就知道 美國的大學幾乎都是霸佔著 就是榜上的 前十名可能好幾乎都是美國的 更不要說百大裡面 可能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美國 我們可以說美國是一個高等教育 在全世界排名是第一的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教育輸出大國 你主要是為了學術的品質的話 那你又沒有預算的考量 那就建議你去美國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因為美國的政府 他希望就是盡可能的把人才留在美國 所以你去美國讀大學 有很多政府或者是企業 會提供補助給你 那可能有一些獎學金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減輕你的一些壓力 如果你能力夠的話 你就申請的到 那再來就是 美國因為太多的學校了嘛 導致美國 學生畢業之後 會有非常多的校友 所以你畢業之後 對於你未來 假設你想要創業 或者是你想要升職什麼 這些人脈可能都會間接的幫助到你 英國的部分的話 英國作為一個老牌的教育國家 像QS的全市民裡面 有四個就是英國的 他的教育水平肯定是沒話講 那再來就是英國 他因為有非常有久的歷史 所以如果你對像英語系的國家 他的文化底蘊是非常有興趣的 那你去英國 你就可以體會到非常完整的 英國文化跟歷史 這樣 英國目前去讀書 我們查到的資料 他是說 好像可以合法的一週工作20個小時 那對於一些經濟 比較沒有這麼寬裕的學生來說 這可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澳洲他的學術方面 我覺得他在世界上也是排就是中上的 雖然說前世民裡面沒有班就在澳洲了 對不過如果你放眼百大的話 澳洲的八大裡面 有期間 就是世界八大 他的學術品質也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中高的 澳洲再來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非常快速的拿到學位 我都聽過好像一年半就讀完 那兩年就讀完了 對所以澳洲他提供了很多這種短程的 譬如說一兩年就可以拿到學位的說實可程 澳洲也適用於就是20個小時打工時數 所以你有一些經濟考量的 你多少可以透過這20個小時 減清你的經濟壓力這樣 而且如果你甚至因為疫情 你做某一些工種是不限工作時數的 譬如說什麼 農業啊 age care child care 對就是農業跟醫療相關 因為澳洲是農業大國嘛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背包客沒有辦法來 那農場裡面非常的缺人 所以他就鼓勵這些留學生進到農場裡面工作 所以你本來有20個小時的限制 那他現在就解除你這個 一週20小時的工事 你可以無限的在農場裡面打工 加拿大主要的優點 他第一個是治安好 以歐美國家來說 加拿大的治安算相對很不錯 因為像美國你可以常常聽到有強勁 槍擊什麼 很多治安的問題嘛 澳洲的部分我覺得要看地區 你像Sydney Melbourne也是 時不時會聽到一些 大人案 槍擊案這些 幾乎有每個地方都會有 對 但像我們待在Tasmania 他相對的就是淳朴 這裡就是你光是車子被砸 就砸過車上偷東西 都會是當地的一個大新聞 第二個就是加拿大的生活費很低 看美國 英國澳洲 你去留學一年 動輒是百萬起跳 但加拿大其實大概60萬台幣一年就有招 經濟能力沒有這麼好的話 你可以考慮去加拿大讀書 然後再來就是加拿大是非常鼓勵移民的 所以如果在那邊完成了學業之後 加拿大政府他會希望你可以留下來 然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後可以變成他們的移民 因為加拿大的地也是非常的大 可是他們的人口也是非常的少 移民的增加 不論是對於經濟的增長 活力的增強 都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我們想要聊一聊 就是我們當初為什麼會選擇來澳洲留學 其實有很大部分是感情的因素 我們之前來過Working holiday 然後我們也是在澳洲認識的 那我們在這邊經歷了其實非常非常多的事 所以澳洲其實某種意義上來說 像我們的第二個家 你住到這邊 本來在亞洲那種很緊張很緊繃的情緒 你就可以很放鬆很放鬆 就是人生之中有這兩年求學階段 是可以過得很慢 對很慢 換一種不同的方式來過生活 那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我們當時有考慮過紐西蘭 其實我們去紐西蘭旅遊過 我們會覺得紐西蘭是一個 它很適合旅遊 但不一定很適合長期居住的地方 你會感覺到那邊生活不料很愜意 但產業好像沒有很活躍的感覺 沒有什麼活力的 畢業之後 就業問題可能是你必須要考量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們就有選擇 就是回到澳洲來讀書 澳洲它是一個標準的移民國家 各種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語言都會彙集在澳洲這個地方 非常的注重就是文化的多元性 還有包容 我們這個社區其實只有十戶 小小的十戶 然後就有四五個不同國家的人 華人 法國人 人 印度人 我們可以使用的第二外語也只有英文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去考慮 像要去可能法國啦 德國那種歐洲國家的留學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鎖定在英語系的國家 那種 那些留學費用 其實我看一看也蠻恐怖的 我很好奇 我們這兩年大概花了多少錢 官司學費都花了六萬八千銀二十塊 澳幣 我們這兩年光是學費就花了一百三十萬台幣 都還沒有包括生活費的部分 還有一些隱形的成本 你要交通 買車 還有簽證費 還有機票 真的是非常龐大的一筆數字 如果你想要留學澳洲的話 要先做好你的財務鬼的話 不管是你先存錢 或者是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或者是家裡面可以資助你 你必須要有一份就是文件的財務計畫 這樣你才不會遇到經濟狀況的時候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完成你的學業 那我們下一集就會來講 就是我們這兩年之間所有的詳細花費 包括學費 然後簽證費 體檢費 保險 然後各種十一住行育樂的生活費 達了超多錢的 我們會非常詳細的詳解 我們到底這兩年噴了多少錢 這樣一筆一筆的算給你們聽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